你会觉得有时候你的内心好像有一个陌生的理 它操控着你的思想 控制着你的情感 让你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情况下 做出一些不符合你日常平常作风的事情吗 生而为人 我们在人生不同的阶段 我们都会有不同的欲望 贪欲、心欲、胜负欲 生存基本的欲望等等 那今天呢 我会跟大家分享 到底我们要怎么样面对我们的欲望 我们需要去克服它、战胜它 还是我们只需要诚实的面对它就足够了 哈喽我是阿悦 我是一个灵性导师Ricky Mazda 也是一个护士 在这个频道里面呢 我会跟你分享 我是怎么样把我过去曾经觉得失败的人生经历 转化成我现在奇迹丰盛成功的人生 如果你对于自我疗愈、身心灵、灵性成长 等方面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用几秒钟订阅我的频道 当你的思维意识不断的有所成长的时候呢 你想要的就会更多 我们就会变得更贪心了 所以呢你就会想要 美满的家庭生活 你想要出国旅游 我们人生会由此诞生很多不同的欲望 根据你对于你理想生活的追求 你所诞生出来的欲望都会不太一样哦 那前面我想讲过的比如说是信誉 信誉是我们人类很基本的一个需求 它是满足了我们为了繁衍我们的下一代 而产生出来的一个欲望 那当然了这社会当中也会有一些人 没有好好的去控制他们的信誉 而导致做出一些伤害别人的事情 比如说是一些罪犯啊 或是常见犯等等的 那比如说我们的胜负欲 在这个社会当中 我们从小到大 我们都会被告知 想要得到我们想要的一切 我们需要去竞争 透过打败别人 透过去争抢去夺取 我们才能够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因为这世界上的资源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要去争取 我们要去进步 这样我们才能够帮我们自己争取到最大的利益 得到利益最大化 成为人生大赢家 又比如说我们的贪欲 为什么有些人他们会去偷 或会去抢会去骗 就是因为他们的贪欲在作怪 所以他们想要透过一些不公平 不公正的手段 一些不入楼的手段 一些不是正途的手段 去骗取去夺取 不合法的去拿到别人的财产 或是透过伤害别人利益的方法 去得到他们想要的财富 或是财产 所以欲望他真的是一个恶魔 他会诱惑我们去犯罪 去让我们内心的那个黑暗面 阴暗面 用一个不适当的方式公自于众吗 其实并不是的 就像我刚刚提过的性欲一样 性欲他的本质其实是爱 是因为我们想要繁衍我们的下一代 是想要我们跟伴侣的完美结合 所诞生出来的下一代 也能够来到这个地球上 去感受这个地球的美好 让我们的后代 能够继承前人的努力 去让地球变成一个更加美好的星球 而诞生出来的一个欲望 这个欲望 它是属于一个更高层次的存在 它不只是我们只想要吃喝辣杀碎 这是基本的生存的需求 而是我们想要为这个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 而诞生出来的一个欲望 又比如说我刚刚曾经提过的胜负欲 胜负欲的本身其实是我们想要更好的去体验 在地球上这美好的一切所诞生出来的欲望 只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都被诱导说 这个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才会错误的以为我们需要透过去 抢夺别人的成果或者是财责别人 向为这些不符合我们人性本善的本质 去做出来一些举动 比如说会透过一些重伤别人 去陷害别人 去让你的竞争对手失去资格 让你自己可以很成功 很轻松的去得到你想要的成果 可是透过这种手段 就算你真的拿到你想要的东西 你真正会感觉到快乐吗 这真的是你想要的东西吗 如果大家曾经也做过这种事情的话 没关系 可是希望大家从今以后可以想一下 透过这些不善良不公平的手段 去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这样真正是你想要的吗 至于贪欲的话 正是因为我们会法的心态跟信念 所诱发出来的一种愿望 因为我们不相信我们能够很轻松 得到这个世界地球宇宙无限的资源 所以我们才错误的以为 要去透过一些不合法的手段 去骗、去抢、去夺取别人的成果 去得到你想要的生活 透过我刚才所分享的圣负欲、信欲跟贪欲 我们就能够理解到 所谓欲望是魔鬼的这个说法 是因为我们贵法的心态、情绪、能量 所诱发出来的一种欲望 只要你能够把它转化成一个正面的欲望 那这样子你的欲望它不会是你的额魔 它反而会是你的贵人、你的天使 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诚实的面对你内在真正的欲望 我想要得到一个跟我完美契合的灵魂伴侣 我想要得到一份理想的工作 我想要过一个更好的生活 这是欲望都是美好的梦想 你想要去得到一个美好的生活、完美的伴侣 完美理想的工作 这些欲望本身都是没有错的 都是正确的 宇宙不会去批判我们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它只会完全慈爱的去接受你真正的本质 然后努力的帮助你去得逞你真正的欲望 让你过向你理想中的生活 所以看儿子你还会害怕面对你心目中的愿望吗 你还会去害怕真正的你吗 如果你内在是什么样的愿望 它只要不是伤害别人的话 它其实都是可以被接受的 它其实只是你想要在地球上 获得一个更美好体验的一个动力的来源而已 你想要过什么样理想中的生活 你的欲望是什么了 大家可以在评论留言跟我分享 不要去害怕面对你内在真正的你 不管你内在是什么的模样 宇宙都会完全的去接受你包容你爱你 希望你也能够如此对待你自己 无条件的去接纳完整的你 包括你内在的阴暗面黑暗面 他们也是你的一个部分 你的所有的面向都是美好的 希望大家看完今天这个视频之后呢 可以去拥抱你内在的愿望 去拥抱转化你内在的黑暗面硬暗面 去记起去爱着真正的你 去接纳你的每一个面向 我是阿月 我们下次再见吧拜拜